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感觉是真的不像有什么好食物 但这家店可能是不太可笑的 大家看到了 那家店很搞笑的 叫拿粥饭店 拿粥加多个饭店两个字 这边是什么意思 今天要试的这间餐厅 他们的特色招牌是香芋拿粥 就是对我 还有很多传统小食 都是对我的 煎肿 还有什么 咸博餐 全部都是碳水 好了 试一试这间在金沙洲 都应该深仇当地居民喜欢的一间餐厅 因为传统小食在市中心 未必每间都有的 感觉就是腸粉饭店 感觉就是这样 在哪里来的 我们只是拍美食节目 我们不是新闻的 我们不是新闻的 不是新闻的 不是新闻的 这是妇婆来的 我是富二档 我心中富有 我是富二档 我心中富有 不是很贵 不是几十元一只 蛤 那么便宜 八十多元 都不算很贵 至少八二二十元一只鸡 锅很小 但是汤很大 特色是什么呢 它就是圆一只鸡 在里面 有不少的都是拆了鸡肉 竹还竹 香芋还香芋 的形态 但是香味 是融入到竹里面的 还有芫茜的香味 都叫做 配合得比较融合 那当然 其实这样做的话 可能有些鸡的鲜味 还没有很散发出来 因为它还缩在壳里面 所以要拙一拙 但是现在这个时势的鸡 有很多纸 清明那段时间 会更好吃 这个粥底 就像传统的那种粥底 相对来说 它会再稀少少 而另外一种 香芋裸粥 它就是拆掉那种鸡肉 然后和香芋煮得很稠 融融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就是之前去佛山 吃的那间 这个香味 我印象很深 如果割下 还有些特色的香芋裸粥 都不妨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感觉是怎样的 好 现在要试试它们的传统小食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手工的 就叫做卷粉 自己买些粉 粉就应该不是自己蒸的 它们都很坦白的 但是里面加工了些什么呢 肉 马蹄 沙果 类似的东西 葱香味会比较突出 很香 甜 就是很凉的 凉凉滑滑滑 冰冰爽爽的那种感觉 米香味严格来说 轻轻差一点 因为在这里其中一个特色的香味 是葱油 第二样东西 那个馅 都挺多 所以你觉得里面好像是淡淡肉 如果真的是腸粉 你这里一定是很淡的 但是不是 它很够味 这些是传统的小食 在一间饭店那里可以保持住 这些不用想了 手工的东西 简单正炉 糯米香 试一下这一样煎种 煎得够时间 香脆 它的种底是咸味是够的 咸香味是够的 所以的话 有些种可能咸香味不够的话 你煎完之后 你还要加少许酱油 这个不需要 这个咸香味OK 表面香脆 里面是软糯 豆味又够香 糯米又够腌 不够不够 不够不够 很香 不会焦的 不是吗 就是焦了 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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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了 鸡蛋 扎开的时候 首先会很香 打开后 酱料都很浓郁 而且不少 鸡肉的香味,鸡油的香味,荷葉的香味,醬料的香味 不要看它很深色,它不會很鹹,焦焦的焦味 一般的鸡肉的做法都不一樣 時間控制得不好的話,雞皮就會化 雞皮仍然是爽的,雞皮仍然是爽的 所以它的時間掌握得不錯 我開了20年 25年 人家人在看電話就知道 為什麼叫做裸竹飯店呢? 以前只是裸竹 我沒有飯,所以我加了飯 你是老闆娘? 叫做裸竹 有位 老闆八華 你呀,腰骨有值 吃藥 我吃這個裸竹 開了很久 20年前 我應該要吃 還要搶一份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我不知道 我自己來 我不知道 其實它各方面的出品都可以 尤其是傳統的特色小食 它就說 對呀 外面的朋友進來吃 都是以食為主 本地人吃到厭樂 就是這樣 更加多的就是 你們可以捐一捐 找到一間 突然間是這樣的餐廳 其實這個發言之旅 也有些新意 這裡是品成機 不同頻道怎樣關注 下次更新,大家就不會錯過了